接著請網美會委員質詢 巡答時間為15分鐘 主席 在這裡請蘇院長 請蘇院長 院長 你好 委員你好 覺得從你開始簽證的時候 我是做小孩 不過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如果看到你的時候 我就覺得你的口號 衝衝衝 所以在這裡的當中 我覺得在這個我們的防疫 你做得非常好 在這個過程 讓我們的口罩 不去出口的時候 可以讓台灣的佩生 都生活在安全的當中 院長辛苦了 謝謝 這是全國同胞大家的支持 作為打拼 很感謝 讓我們台灣 希望可以平安過這關 因為我覺得 有蘇院長的帶領 我相信 台灣的日子 可以更好 院長 在這裡 在今天 家長 我們都沒有說到 華航 火電機的問題 會證明 因為我覺得 我們台灣 小英總統 真的 北斗很大 無論什麼人 對我們 有什麼大項 我們都懷疑 去幫忙 所以 在華航 這台火電機 載到我們的口罩 去 撐我們 後面的國家的時候 大家都認為 是中國的 院長 你看這台火電機 是不是 大家的誤認 是中國送他們的東西 是不是這樣 我們副總統 我們都是國家 在這次 我們都看到 世界 都很可樂 我們的花旁 這就是 歷史的英國 名稱叫這樣 我們 台灣跟中國 其實不一樣 這次 台灣的工業 都讓世界 可樂 是做得最好的國家 對 所以我們台灣要送他們的東西 上面有我們的國旗 有台灣的 幫助 旁邊 一台危機 射車的 所以 剩五歲 對 現在已經 要求花旁 那人 現在人送東西 有我們的國旗 有我們台灣的幫助 你不要在那裡 到老闆 所以 不要再掛一個 那個 那個 車子 在旁邊 這點已經 他已經 我有他要求 交通部要求 花旁 他在當事長 他已經 馬上交代 這個人 第二 他要 我們的飛機 看怎麼 插得好 不用 中國 用那麼大 這就是重點 台灣的名字 會出來 喔 這樣 因為現在 今天我們外貫 都叫 Republic of China 但是有一個瓜糊 叫一個台灣 好 台灣跟社會很大塊 有啦 院長 因為現在 台灣可以轉世界 最有名 是好的名聲 不是像阿強那種海人的 那種名聲 所以我們要改這個名 最好的時候 來院長 我又麻煩你看第二點 院長 院長 在我們這個 花旁邊 有用到 台灣的 馬克 出來 你認為這樣 還會逢五歲嗎 這是這樣 我們 我們的 台灣 我們這個 花旁這個 在世界上 這適合到 香蕃 香蕃 跟其他 種種的 很嚴重 這比較複雜 這不是那麼簡單 但是 你飛機要插藍鑽油 那你開心 因為院長 因為飛機的時候 像人長龍的 還要插藍鑽油 還要插藍鑽油 也插得很可愛 所以我覺得 這個 花旁 要改名的時候 要用這個 我覺得是 沒問題 不過 平衡是認為 認為我們 要讓 國際 不可以認為 我們是 中國的 台灣 所以說 我們這項 要出主意 趕快去處理 院長 在這裡 我自己探討 一些問題 因為 我們最近的 防疫 做得很好 我們的 順時中 部長 也做得很好 在這 一禮拜來 我們都 各位數位 都三個 兩個 一個 九個 九個 在這 裡面 我認為 我們的防疫 做得很好 檢國防疫做得好 我們也要顧經濟 在這個經濟 當中 要怎麼去平衡 要怎麼去做 院長 我讓你請教一下 因為 很多人 都在 因為我是自己 兒子 因為 我們補 有很多 聲音說 最近 我們前面 有說 不可以去對決的地方 不可以去對決的地方 有公共有財 但是 我認為 我們有的改進 在未來的外界 會改進 熱電APP 讓八成 知道 在那裡 不可以去 因為 我是怎麼 跟你討論 因為 在 家裡 是文化路 的時候 沒有 這個聲音 文化路 是流 滾滾 院長 你看看 這是我們 這個清明 到那天 我們選佈說 這個地方 不可以去的時候 你看 過的一禮拜 十二 經禮拜 的禮拜 時 經濟 變成這樣 院長 我覺得防疫的時侯我們要做 經濟時侯我們也要照顧 你認為這個經濟跟防疫要怎樣去如何處理 請院長來回答一下 期慎喔 委員 在全世界1990幾個國家受到衝擊的制度 有的國家已經是所有國家 有的國家是風霞 甚至有的國家明明人民不可以出來 那不是稍微的 年輕人都不能往來 結果 臺灣是還能夠正常性化 自由活動的國家 很可貴很難靈 難靈可貴 政府其實不需要 反正都不可以出來不需要 所以我們只不過給他們 我們要保持下高鼓勵 在前面的那個年價幾天 我們的八歲 大家問太久了 所以走出來的時候太幸福 有的不記得掛口走出來 有的呢 客家作為太過家 所以 所以我們不得意 就要全部說 要注意 不可以這樣 因為我們這也是 風業必要 所以 政府的負責是不得意 現在我們有進一步說 接下來的年價是 希望大家照一個標準的規範 基因來處理 所以不希望說 全病床都沒有進去 沒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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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希望 到一個程度 大家還是要謹慎 對 院長 我覺得你的改稅 我可以接受 因為防疫的時候 是大家都懷慮 台灣又好 所以我們這個經濟的時候 就是要怎樣 讓他們說 不要衝擊現大 不然你看 你困困的時候 頭去生六百億 我們要怎樣 還要再去追加 這麼多錢的時候 就是希望院長 因為衝擊太大 有的人真的生活很辛苦 不像人家說 什麼我們是看得到吃不到 我覺得不是這樣說 是願望院長 這個經濟 趕緊要發佈 讓他們可以趕緊 趕緊有一個改革的問題 沒有經濟真的會很害 院長 我覺得這個經濟 我們也要照顧 防疫趕緊跟林東 我們台灣的做法 在這裡我再請教我們衛福部 何次長 請衛福部何次長 市長 請 在這裡本學 告訴你一個 我們因為最近 都老化嘛 因為尤其 我們沒有人家人 人口老化是很快的 尤其在老人私自的當中 我覺得我們的長照 我們要超前 像我們陳時中部長這樣 做事情要超前 跟未來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有錢要用 因為我覺得有些報告的時候 我們像現在 人口私自 可以說 將近賺到三十萬 人了 在這裡我覺得 長照的問題 當中 你看 有些人 還有一些很幸福 長大的地方 他剛才一間 裡面有十八層 是老人私自的 有的地方 是完全都不認識的 所以我們沒有裡面 對 本來就是越來越多 我們要超前 有的是純粹私自 有的是一直 跟其他身體 人做會 所以變成我們 多功能去規劃 有的私自長照中心 可以同時收私自的 有的是純收私自的 這部分我們有在的了解 就盡量來 麻糟所有的訴求 因為 市長 因為這個老人私自 對這個家庭來說 是非常重要 因為他要勉強 要去吃頭路 勉強要顧世大人 所以說 在長照這個問題 我們如果可以去協助 去家裡整個月的時候 家裡可以如果世大人送去的時候 也有所在的好處 因為本身認為 我們要超前去部署 這些長照的老人私自的地方 因為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 我們也要趕緊去做 來 請 市長回座 再來我們這裡 環保署長 請環保署 市長 你好 今天 我要自己探討 我們的恐怖的問題 因為在家裡子 三月二十號 是全台灣美樂的都市裡面 只有家裡子 是紅色的 你敢知道這個事情 來 市長你敢知道這個事情 三月二十 因為我們這監測數據隨時都有公佈 對啦 可是我是說 你了解全台灣這個美樂的都市裡面 三月二十 跟家裡子而已喔 紅色的喔 我是怎麼跟你探討這個 因為 署長 因為我們的恐怖是非常嚴重 你們在監測的時候 像我們家裡子 跟一個監測站 家裡官 你們有兩個 去新港跟保住 你們有特殊的監測 跟六輕 跟藍科 嚴國本身要跟你探討的是 因為我們是怎麼 我們知道你們的監測 是不是都在當地的所在監測 是不是這樣啦 市長 就一般的監測站 是在當地 是沒中 是 是當地沒中 市長 因為是怎樣 你敢知道嗎 東北季風 我們的空氣 霧量 就是跟空氣 風 都會吹 會走 你看 這個 這個 六輕的 你們都在 他的所在監測而已 我覺得 本身 因為 覺得說 有時候 他隨時會改變 隨時會對風勢 走 我覺得 環境 如果要好 空氣 一定要好 所以 署長 我覺得 有一些 你們所報告的 所提出的 我覺得 有一些不足 是不是 你們未來 可以做一個平台 讓北線 政府 跟工業 都可以去了解 可以知道 是不是 署長 你這個可以 回答一下 跟委員 我們本來 公開 我們 每天 都可以看到 隨時 沒有一個 都有 都有 市長 我再去 本社來 請問 公開之後 看了 你們要怎麼去改改 要怎麼改善 這是最重要的 來請 市長 所以我們 空汙 就說 秋冬季 空氣比較不好 這個時間 我們就把 地方集合起來 比如南部 我們就做個座 空氣 所以說 市長 在這裡 我告訴你 當地的工業 跟做的 不一定 污染在當地 是 有時候 漂過到 百貫市 所以這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們這裡 也用區域 大家共同來做 譬如說 預測空氣不好 大家共同要怎麼做 來改善 好 謝謝